花钱买东西 有的人用现金 有的人使用信用卡 这个信用卡刷完呢 你每个月收到了 这个信用卡账单 上面就会讲 你刷了应找多少钱 本月应该要找的 最低金额是多少钱 现在呢 在国内竟然破天荒的 发生了 有这个男子 他还不出来 这个循环利息 结果法官竟然说 他不用还了 原因并不是说 法官自己是卡债族 同行人家 而是他觉得说 这个信用卡公司 你不能够一直告诉人家 你只要还最低的 最低的这个金额 那其他金额就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循环利率又高达了 百分之二十 所以他认为利息太高了 这名男子可以不用还 这个循环利息的部分 被循环利率压得喘不过气 卡债族利率走上街头 但现在却出现 卡债族因为利率太高 被法官判决 不用还利息 一银马姓男子 以现金卡和信用卡 向银行借了六十万元 其中男子向别家银行 借了三十八万元房贷 来还这六十万卡债 只是剩余的二十二万元 男子因为持久被银行 以十一%到二十%不等的利率 循环加继 本金加利息债越滚越多 二十二万元 最后马姓男子得偿还五十八万元 不过法官认为银行的利率太高了 判决马姓男子只要还二十二万元的本金就好 当初根本不晓得 我想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你 你应该也也不会 银行不会告诉你这些吧 毛姓男子说银行根本没有跟他说清楚 利率偿还的方式 等到收到账单才知道怎么钱 越还越多 实质上没有 没办法去决定 实质上那个 新闻利息的那个约定内容 因此法官认为说 这一部分新闻利息这一部分 违反了诚信原则 法官造子容认为 央行都已经降息 银行信用卡利率还这么高 只是个案一出 会不会引起卡在足部还钱效应 恐怕还有待观察 这部新闻笑之光圈如 黑白报道